看完这个中美飞 中美韩 现在还有个中美法 美法也通了电话 当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 带了这个访华天团到大陆 这个收获满载 在临去之前在专机上 讲的那番谈话余波荡漾 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西方媒体 这个全部在围剿他 这个围剿的力道还没有结束 然后马上的4月20号 拜登就跟马克宏通话了 报道里面倒没有说 谁先谁主动谁被动 谁打电话给谁 反正两个人就是通话了 好像从事后的声明当中 看到了一股摸头的意味 对不对 马克宏这份谈话 不管你听不听 但是你同不同意 但是感觉上是敲响了欧洲 不当美国的小跟班 很多人这样想很久了 但是不敢讲出来 现在这个欧洲一哥 马克宏嘴巴中讲出来 他的影响效力真的是很大 所以这通电话之后 双方都发表了声明 但是你看看不太一样 白宫的声明里面有一段 美法领袖重申维护台湾海峡 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又Q到我们台湾了 法国的声明完全没有台湾 只有写到支持自由航行权 等国际法在印太地区的落实 这个部分路透立刻注意到了 这个所有新闻人 这个新闻鼻都很灵 双方的声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头我们看到跟这个欧布莱恩 也打电话 奇怪最近欧布莱恩的流量都很好 这个他到了大陆去被收入式的访问 被冷落 被这个隐蔽式的访问 这个让很多人看到很有戏 那我们看到这个 也跟他通电话 然后也是重申台海和平 稳定的重要性 言下之意搞定了啦 全部都搞定了 但别忘了欧布莱恩在18号的时候 特别讲到 冯德莱恩 对冯德莱恩 他说呢 这个欧盟跟中国大陆脱钩 是不可行不可取 跟不切实际 在此同时大陆很忙 有没有 大陆之前不是讲说我们很忙吗 有些如果说不怀好意的人 没有诚意的人 很抱歉 数难接待 因为我们很忙 那最近呢 有四国的政要要访问大陆 分别是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 还有辽国的副总理 乌拉圭的外长 还有这个嘉鹏的总统等等 但是这个布林肯目前连排队 应该是候补吧 候补他还没有排上 大千你怎么看待 对 其实我先讲一个 这个国际社会的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大的原则 就是我们过去其实 我过去认识过几个企业家 其中有一个做生意做得很成功 他那时候就跟我讲 他说当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你要让跟你一起做生意的人都赚钱 那么大家就愿意支持你 因为大家都有好处 你不能把钱自己把它赚完了 然后大家都赔钱 那么下一单 大家就不会跟着你去做生意了 所以今天这是同样的问题 美中争霸的过程当中 美国跟中国 在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他们究竟要扮演哪一个角色 美国之所以会被大家看破手脚的 就是美国就是那个 自己把钱都赚光了 然后跟着他人通通赔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不管今天是这个邦邦Marcus 或者是这个尹錫悦 不管是这个欧洲的国家 他们最终还是要打一打算盘的 跟着美国老大哥走 跟着美国价值美国利益走 他们到底能够得到什么 所以有句话嘛 说当美国的敌人不是很致命 但是当美国的盟友很致命 当美国的盟友很倒霉 应该要这样讲 你看美国最好的盟友就是日本 日本失落的30年 就是美国一手造成的 而当时美国不断地施压给西德 要求西德比照日本 西德不愿意 所以西德到现在没垮的原因 成为信念壮大的德国 是一个听了美国的话 一个不听美国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所以其实现在中国大陆 做的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他就是做一个 你只要跟我一起做生意 我让你们大家都赚钱 我尽量兼顾大家的利益 我帮大家解决问题 所以我说在这个 长期的竞争过程当中 你说马可氏也好 尹席月也好 就像刚才这个 这个正元大哥提到的 像这个亮哥提到的 他们能够从美国得到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 利益考量问题 你说他们会为了什么 世界的正义 全球的和平 做出个人的牺牲吗 他们就跟着美国队长走吗 你光看那个漫威的电影 就知道美国 他的心态是什么 连那个美国队长 连在Marvel这个 复仇者联盟里头 都还有美国队长来领队 所以大家为什么 要跟着美国队长走呢 我跟着你走 我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像这个马克宏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他讲出了欧盟 长期以来最重要的精神 如果欧盟不是为了 要维持主体性 组什么欧盟 欧盟为什么要组成欧盟 就是因为其实欧洲 有一群政治人物 一直认为 欧洲是一个整体的 所以他们长期以来 最追求欧洲的整合 他们认为欧洲有实力 跟全世界分庭抗理 跟美国叫板 这才是欧盟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